张老师不知道是你们班的哪个臭小子 昨天晚上放学的时候在男生厕所的垃圾桶里小便 昨天晚上打扫卫生的时候差点没被熏吐 哎呀真是太过分了 气死我了 还有这种事 你们几个男生谁在厕所的垃圾桶里小便了 我没有 我也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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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奇怪了 你姐你怎么知道是我们班同学干的 我当然知道了 昨天就你们班和戈壁一三班再补课 是四点四十放学的 其他班级是三点四十放学的 厕所的垃圾袋 是我三点五十换的新的 五点 我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有熊孩子在里面小便了 所以在垃圾桶里小便的同学 只能是你们班或者是一三班的 一三班我已经去问过了 他们放学都回家了 没人去过学校的厕所 你们几个男生 昨天晚上有没有去过学校的厕所 去了 去了 老师 我没去 我放学就回家了 我也没去 我和强强一七走的 那两个班都是一起放学的 那你们有没有看见 其他同学去学校厕所了呢 没有 等等 昨天一三班不是四点四十放学的 我昨天最后一个出教室的 我出教室的时候 一三班才放学 一三班至少是四点四十三分放学的 兄妹 那你有没有看见 一三班学生去学校厕所呢 我想想 我想起来了 昨天我刚出教室门 刚好一三班下课 一三班的蛋蛋跑得特别快 差点把我撞倒 他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看了一眼 好像是往厕所的方向跑的 学校的男厕所 只有三个门 我昨天上的是中间那个门 你们呢 我好像进的是右边的门 我进的是左边的门 还有 我昨天上厕所的时候 好像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对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 我的门离垃圾桶 最近 我好像听到了垃圾桶袋子 哗啦哗啦的声音 他整个事情就清楚了 如果我和袍子 大嘴 先到厕所 那一三班的同学 去了之后就没位置了 他又特别着急 所以他情急之下 就尿到了厕所的垃圾桶里 不对啊 再着急也不能尿到垃圾桶里啊 平常我们人多的时候 都是几个人进一个门的 一起上不就行了吗 那如果这个人 不敢和我们一起上厕所呢 对了 一三班的蛋蛋 上次拿水枪 刺怪小豆 被怪小豆收拾了 难道这个人是蛋蛋 是不是 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哼 难道是一三班学生干的 我去把他叫过来 现在大家来猜 到底是谁干的 猜到的弹幕打出来 不许偷看后面的答案哦 蛋蛋 昨天晚上放学的时候 你到底去没去学校的厕所 我我 我没去 我们刚才看了监控 你昨天放学的时候 去了厕所的方向 我我我 我没在垃圾桶里小便 蛋蛋 你就承认了吧 我们昨天在男生厕所 都看见你了 不可能 垃圾桶在门的背面 你们根本看不见 哎 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在垃圾桶里小便很不好 在垃圾桶旁边的地上小便 就更不好了 啥 我没在地上小便 好啊 果然是你这个臭小子 哼 你可气死我了 啊 你们在骗我 好吧 我承认 确实是我干的 当时我快憋不住了 才尿到垃圾桶里的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蛋蛋 你也知道在垃圾桶里小便不对 是吗 嗯 我知道不对 抱家阿姨对不起 我下次不会了 嗯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原谅你了 蛋蛋 下次再着急的时候 就和我们一起上厕所嘛 我们没那么小气 不会欺负你的 嗯 咳 咳 咳 好